HELLO 大家好,又來到我們這個亞馬遜Amazon的開箱時間 那上一次應該是Sandsgiving Black Friday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買了 我買了一個咖啡磨豆器 那我其實現在幾乎每天都有在用它,我是覺得非常好用 那時候買的時候,我記得這個應該也算是蠻划算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咖啡磨豆器可以看上一個開箱影片 然後我個人推薦 然後那時候買了另外一個是Budet 就是加裝在馬桶上,就是可以洗屁股的裝置 但是後來發現說,我們這一間公寓比較老舊 然後我沒有辦法找到方法 就是我有跟這個公寓的管理員,還有這個維修人員討論過 然後後來發現沒有辦法把水關掉 所以後來就只好放棄 就是可能以後,我如果搬到其他地方的話 可能再重買一次再去安裝到別的地方的馬桶上面 這一次就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上次買了之後發現沒有辦法把水關掉 所以安裝上面不是那麼安全 所以後來就只好把它退回去 所以那個如果是想知道那個部分的話 我可能沒有辦法分享就是使用經驗這樣 那就回到正題 就是其實這個 那時候買,這是在台灣買的 那時候要來的時候 2017年年底 然後買了一個理髮的 就是算是 它是一個電檢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三公分 三毫米 然後六、九、十二mm的這個 這個 肩法的長度的這個 算是 不同的 接頭 然後可以讓你換裝上去這樣 那 覺得好像 直接給大家看會比較知道 就是在 你在台灣的美髮器材行買的 就是會買到這樣子 然後它有這個就是前面的接頭 然後這種是 三和六在一起 然後九和十二在一起 然後它就是放在 裝在 裝在這個 理髮器的最前面 然後就是可以決定說 你今天禮場或是什麼 然後 所以 如果是有興趣 去 比如說要留學 然後有興趣自己剪頭髮 我是覺得自己剪頭髮蠻有趣的 所以 其實我到 來美國快四年了 應該說滿 應該說滿四年 因為今年一月 一月就是 算是正式滿四年了 然後 我其實都 我還沒有出去剪過頭髮 就是 主要是 原因也是因為 一來就在 在美國剪頭髮 其實沒那麼便宜 然後 二來就是 我覺得自己剪頭髮蠻有趣的 所以一直沒有 機會去讓別人剪 但是我覺得 之後可能會找個機會 讓別人剪開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那 所以 那是在台灣買了 然後 也不知不覺也是 陪伴我四年 然後 就是 差不多可以 退休了這樣 然後 那天就發現說 好像那聲音有點怪怪 那個 就應該是 差不多壞掉了 所以 我就在Amazon上買了 這個 然後 它是 我想 隨著 這個時間 時間的 推進之後 然後 越來越多的 這個剪法器 都是有 新的 新的這個 功能這樣 比如說像這個 它就是 上面會顯示說 電量還剩多少這樣 然後 以及它這個前面設計 這邊也有設計成 這個弧形 然後 就在剪的時候 那個 如果你這樣側邊 就是 你不是這樣子錄的話 然後是這樣側邊 這樣子錄的時候 它這邊旁邊 兩邊就是 圓弧設計 就不會 尖尖的這樣子 有危險性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都 標榜說 除了這個 給大人減法外 就是給小孩減法 也是算是安全的 設計這樣 所以這部分是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 是在Amazon上面買的 原價它是 25塊美金 然後 它剛好在打折 所以 它有 它有金色和銀色 然後 它是離電池的 那 剛好就是銀色在打折這樣 原本是25塊美金 然後變 50% 然後 就變成 差不多 台幣 三四百塊吧 然後 它裡面有付了 跟剛剛那個 台灣買的一樣 就是 一樣有付一罐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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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你使用 如果潤滑不夠的時候 你就要在那個 這個電檢的前方 然後 這個打開之後 然後 這個可以打開這樣子 這個我還沒有研究說 它要怎麼打開 所以 我等一下稍微看說明書一下 簡單來講就是 嗯 你這個是使用九週 你要再滴在前方 然後它那個 線路上面去潤滑這樣子 那 這個電檢就是 我剛剛其實把它充電過了 然後 它這樣的話 它上面就會顯示99這樣 那現在 我現在就是已經 充電到 99 快100%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 就是它上面有個 這裡有個轉盤 然後它這個轉盤其實是可以 就是你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裝的時候 它就可以 幫你調整這個 它這個 你這樣轉的時候 它這個 這一片 白色的鐵片就會 應該是塑膠片 就是會往前推進這樣 所以 你繼續往前推的話 就是 它可以 剪的頭髮就越來越短這樣子 比如說它這邊是0.8 所以 大概 0.8mm這樣子 然後 它最 最長的 如果 原始設定的話 是兩 兩毫米的 長度這樣子 所以 現在 就是 我看了蠻多 Amazon上面的 就電檢都有這個功能 就是可以 當 當我今天不裝 這個任何的 理髮長度的 這個 的 配備的時候 那它其實就是 也可以調整 它的 理出來的 頭髮的長度 這樣子 那 像 以這一支來說的話 這支配0.8到2 2毫米 這樣子 然後它也有附一些 配備 就比如說 剛剛講到那個 3692的 毫米的 的 這個 篩選長度的 的裝置 這樣子 那 它這個 就是 三六九十二它是分開的 那比如說 我現在裝的這個是12的 然後 它這裡有 它這個是有個設計 這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 它這個 你看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就是 傾斜度 那有一個是 就是讓你理 右邊頭髮 按左邊頭髮 然後會比較方便理的 這樣 那至於這個多長的話 我有點不確定 它上面沒有寫 所以我可能要再看說明書一下 斜的 大概是 是多少 但是基本上 你在理這兩邊的時候 是 你就是 基本上你是把你的頭髮 全部都 就理掉了 所以其實也 也不太需要在意說 到底是多長的長度 但是通常 我在 我自己在理的時候 我大概就是用 三 一開始我可能會用六 理這兩邊這樣子 對 那 所以 它就是 這個裡面整組就是 附了 一般來說是 如果 三六九十二有分開的話 那是四個 但是它額外 就是附給你兩個 就是 你在理左右頭髮的時候 比較方便的 這個 算是 篩卷場 就是長 頭髮 可以篩選長度的那個 裝置這樣子 那 它就 多附了這兩個給你 然後 這個 這個組合裡面 它也有附了一支 梳子給你 那這梳子是 可以 就是 有一邊是 比較密的 一邊比較 比較 稀疏的 所以 就算是兩頭的這樣設計 然後你可以 自己使用這樣 然後它也附了一個 算是 圍兜 就是 剛好 我舊的也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可以退休 所以 它附了一個 圍兜給你 然後而且它是附黑色 所以 就可能 這頭髮掉在上面的時候 比較 看不出來這樣吧 然後 所以 蠻好的 這黑色也比較 不會弄髒 然後它又附給你一個 小包包 就是現在其實很多的那個 理髮裝置 它都是 標榜說 方便你攜帶旅行的時候 也可以 使用這樣子 那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它現在都主打 就是要清這樣子 然後所以 就可以讓你攜帶 就是去旅行的時候 也可以使用 那 其實 其實 這樣的理髮設備 也 也有一些功能 就是 它可能也會 有一些 有一些廠牌 然後或者是 型號會標榜說 它可能可以拿來做 就是 刮鬍子啊 還是 呃 女性 褲蟲蟲的那個 的 剪刀這樣子 所以 就看你是買哪一種 然後但是 基本上它 現在蠻多的 裝置都有 都有附加這樣子 嗯 算是說明吧 那 或者是說 主打有個這樣的功能 這樣子 那好的 那 這個 可能我蠻快就會有機會 使用到 嗯 它是 對 那它 它就是可以 USB充電式的 電減這樣子 那 我上一個在台灣買的 其實就是一般的 嗯 一般 一般的 它自己的變壓裝置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又進化到 就是 可以插USB接頭的 電減這樣 所以就更方便 在旅遊的時候使用 或者說 你不需要特地去找那樣接頭 然後才可以 嗯 充電這樣 好 那就是如果 你是 嗯 對自己 剪頭髮也很有興趣 然後想要 這個 嗯 試試看的話 我就覺得 嗯 基本上這個不用試 我大概就知道 它應該是 也是會是蠻 蠻好用的啦 然後就只是 它有一個比較fancy的這個設計 然後就是可以看到電量 那是 通常 大概 自己剪來說 也不會剪太久 不會像理髮師 可能把它 可能 也許在短短時間內 就是一天可能剪很多人 所以就用到沒電這樣 所以其實 這個 這個電量的設計 是 算是有趣啦 但是 對於可能我們個人使用來說 大概 嗯 使用性沒那麼大 但是就算是蠻有趣 就是你可能看 看說 我今天充飽是99% 然後 我今天離完頭髮 可能也許剩下70%這樣子 然後但是 我每次離完頭髮都會在傳電 所以其實 嗯 這個設計不是 太 對我來說太實用 但是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設計 好 那我們就 期待 這個 下一支影片的時候應該就會跟大家分享說 這個減法的使用上面 嗯 使用成果怎麼樣 好 那 最近疫情其實全球都比較嚴重 然後尤其是美國 這 OMICRON真的傳 傳播力是真的蠻強的 就是 周邊很多認識的人都 嗯 陸續確診這樣 那 嗯 但是 好消息是幾乎都是情證這樣 所以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就是 嗯 接種疫苗 然後 加強劑 booster 有機會的話 趕快就去打 就是現在 美國CDC說五個月之後就可以接種 嗯 嗯 那個 嗯 booster 部分 然後如果你 你 不幸在 快要可以接種的時候 得COVID的話 嗯 醫生是建議說 大概在等一個月之後再接種 就安全 好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大家保重 拜拜